李嘉诚又在卖房子 之前你讲说叫李嘉诚不要跑了 他有一段时间安安分分的 就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 他用破盘价一杀二杀三杀不断地杀 那最近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大陆想要让他的房地产开始复苏 开始解除很多限制的措施 本来以为说买盘开始变好了 整个经济感觉也可以往上提升 就没有想到李嘉诚又出手了 你看到现在这种都是高级住在于 这是好的路段 就要跟他讲有人讲 他根本就在砍盘 中国大陆北京从九月底开始强力做多 中国和香港股市近一个月上涨约 百分之二十三和百分之十六 但是同期也引来互升约三百家 上市公司大股兜 都赢高减持股票 香港许多企业家族也逢高减码 其中首富李嘉诚父子 短短四个交易日 抛售中国邮储银行1.01亿股 套现约4.75亿港元 最引人注目 根据了解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行 位于北京西城区 是一家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也是中国六大国有银行之一 受这波官方政策人造牛市激利 截至十月十八号收盘 中国邮储银行H股 区间累计涨幅达百分之三十七点零一 而且根据香港联交所讯息指出 李嘉诚几李则聚 分别在十月十四号十月十七号 分别减持股数为七千八百五十一点七万股 还有两千两百八十点一万股 合计约1.01亿股 中美指出李嘉诚在这波动作之前 已经有两次减持动作 也就是说今年内李嘉诚父子 累计减持的邮储银行 有二点七八六亿股 已经让他套取超过港币十二亿元 约新台币四十九亿元现金 对于李嘉诚近期再次减持邮储银行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讯号代表银行股票要跌了 经纪人士则分析这件事情表明 李嘉诚对中国金融领域长期展望并不看好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没错 抱歉李嘉诚2015年的时候被党媒说 别让李嘉诚跑了 我觉得现在党媒搞不好又要出手骂他了 不要再卖了 再卖 为什么不要再卖 他最近一段时间 他有一段时间被你这个中国官方盯紧之后 他不敢卖 他卖的比较少 可是从去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他在香港或在中国又开始在那边砸盘了 为什么又砸盘呢 砸盘 为什么用砸盘来说 因为今年要救房价的时候 所以中国官方在中国境内 在香港境内 他们推出很多的救市方案 在中国就说我要政府去买盘 然后另外一个降利率 然后还降什么贷款 全部都给你降 你本来很多限制全部拿掉了 那些香港什么限购令 然后印花税全部给你拿掉 照理说政府这样子的做多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 跟着做多 很多厂商都说 好那我先不要卖 我甚至就是说 我还把价格往上提高 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手了 那个就是李嘉诚 他又出手了 李嘉诚开始砸盘 你看他今年整个三月的时候 8.5折卖掉上海的豪宅 紧接着去年卖掉这个青海益之后 现在又开始卖到什么花园的豪宅 哪一大堆豪宅 他又拼命在那边打压房价 所以有人说 我们这个房子 这么漂亮的房子 李嘉诚现在打折卖 而且卖到什么程度 6.8折 所以你要说 政府做多 那你怎么在这个时候 你反向做空 这个往下打压 你就知道说其实李嘉诚 他最近 他2013年是最早 认为说习近平 大概会让整个中国经济不好 他溜了 可是他现在又做这样的动作 明明官方要拉台 结果你开始在那边打压 所以似乎他又闻到了一些 不一样的风向了 而且刚才讲到在这个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把几十亿港元 等于说是上百亿台币的房子 都给卖掉了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案子非常有名 这个案子叫Blue Coast 那它是什么地方 这是香港岛 它在香港岛的南边 而且这个是 它是港铁跟港铁合作 简单来说 就在海洋公园旁边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捷运共购宅 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因为你有捷运嘛 而且你又在这个海边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觉得非常好啊 就非常好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就是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港府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房价不好了 我们把这个过去有所谓限购令 我们把它取消 取消之后 就是你一户可以买更多房子 再来就有印花税 我都全部把它拿掉 拿掉结果没想到 他又开始这边砍 而且他这次砍的时候就一口气了 打了这个七折 他折价32% 那不就六八折了 对 六八折 他就直接卖给你 就六八折卖给你说 你看他这个案子还蛮 开得蛮漂亮的哦 你看开得蛮漂亮的一个楼盘哦 就没想到很多人就开始去买 那买买买买买 那买到什么程度呢 保洁你知道吗 事实上因为他这个地方交通很便利 然后这个又可以看到海景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种房子 就没想到卖到什么程度 保洁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四月的清明姐那时候出销 就那清明姐 他说这是很多这个房仲说 清明姐的香港人口密度最高 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去深圳的路上 然后一个是扫墓 另外就是李嘉诚的 御送屋 对 Blue Coast的路上 你看他们很多人排队啊 排队人家排到多少 好几百个人去排队 就为了要预售 我们台湾的 你看这都是准备要去预售房子的 就这样这么多人 就是为了要去买这个 Blue Coast的这个房子 好那你说你把这个Blue Coast 给卖掉你就算 没有哦 他又接下来 又跑去新界了 又跑去沙田了 他要继续卖 对好那你看 如果只有卖这个一个房价 我们就说啊他或许不是在砸盘 可是宝姐这个是在香港的我本身 好另外一个在新界 他也砸 你看这在新界北边的这个 Leo's的这个住宅项目 哎他不是一般的住宅项目 你看他其实是一个花园的新城 你看他有花园 Leo's 就这个房子 对没错你看他的 他其实盖起来 有点像我们这种花园别墅 独栋独栋这样的感觉 然后哎你看 在香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空间 真的是不错啊 结果没想到哎 很多人想买的 结果没想到他就说了 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直接把你下降了 也是降 75% 又给你往下降 他直接给你下降32% 有降25%的 那也有降32%的 天呐啊 等一下 他说 老闆我看啊 前面如果你有花园的 我给你降32% 如果你没有花园的 我给你降25% 所以就说越高价 我降越多 所以你就知道 他实际上是在 出清存货的概念啊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 在沙田也是一样 我们在沙田其实是 算是香港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住宅地区哦 就没想到你看 沙田 你看这个沙田 这个九渡山这个位置 所以他旁边还有商城啊 还有什么之类的 就没想到他也给人家杀价 他杀了什么 大概约莫杀了大概 折价是23%到32%之间 就是大概也是打7折左右 给你卖掉 对 诶 明明现在 诶 我知道 现在这个 这个建商的气氛是什么呢 他们都不杀价哦 他们都说 诶 那我们就维持一般价 反正现在会有很多人进来 反正政府都做多了 对 做多会有那么多人进来 一花束也取消你干嘛降价 可是李嘉诚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或许抓到说 这是一个可以出清的好时机 我赶快出清 才对我的未来营运会 比较乐观的一个状况 而且当李嘉诚 一开始卖房子的时候 诶 其他很多就看清楚了 是的 没错 跟着李嘉诚 诶 李嘉诚不做我也不敢讲 结果李嘉诚做 大家就敢讲 诶 2024年是普通人 卖房的最后机会 诶 就代表说 我们赶快跟着李嘉诚一起跑 当然啊 李嘉诚叫李超人啊 他你看2013年的判断 他卖是对还是错 对 对嘛 所以他现在又开始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觉得 诶 这个风向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今年的中国 我用了暴力救 我用暴力救世来拉抬房子 就没有拉抬房子到现在为止来说 保洁你知道吗 不但没有拉起来往下坠 他现在还继续在往下坠 他就说有一个指标 就是说 中五月份中国的70个 这个城市的二手房 全面下跌 创这十年的这个新低 你知道吗 连外资 外资原本今年都说 中国房价大概跌5到10% 现在都把预期拉到15到20% 就是往下拉了越多 就不是在救世吗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就你知道 网路上面就有人 在微博上面就有人说 你觉得应该买房吗 就没想到 大家都是没有买房的打算 大家都没有信心 他居然敢在网路上 做这样的这个动作 所以事实上一般的民众 真的是已经没有钱 可以买房的感觉了 可是中国真的有不惨吗 房市也惨 股市也惨 汇市也惨 保洁姐 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人民的这个资产 是在缩水之中的 我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 房价在跌 所以他们的资产完全缩水 另外第二个 如果这个房价不好 我们投资股市 可是投资股市更惨 那今天 今天的这个上证指数来说 开盘又下跌了 最后跌了大概一%多 跌一%多的时候 结果你知道 上海的A股 一共有5000家公司下跌 只有300多家上涨 所以很多股民开始说什么 我恨死中国 买了中国那么多股票 买到现在为止 居然一亏钱的 都是居然一亏钱的 而且前一阵子 政府还鼓励我们 投入这个所谓的股市 我一进去 又变个韭菜了 没错 那你看网路上 就有很多人就说嘛 你看大批的这个股民 呈现亏损的这个状态 在全世界上 中国股市称之上 是真正熊市中的熊市 我们跟他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 美国前一阵子才创新高 台湾也才创新高 可是港股跟这个陆股 是完全往下跌 你看这个 跌成这样已经无语了 跌码了 跌傻了 亏了只剩下 酷 这个酷裙了 那你看 只能说我的最后信心和希望 这个磨灭的这个所剩无几的 剩下是愤怒和绝望 而且有人想说 这个是赤裸裸的掠夺 对 那你看 中国股民 则是一个惨自了得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中国整个股市的 这个压缩起来说 对中国股民 又是一个漫长的 等待解套的机会 而且今天呢 又跌破了这个上阵 跌破3000大关 又是个心理关卡的失守 所以告诉你说 中国目前为止 人民币在贬值 房价在跌 股市在跌 中国财产财富 整体持续缩水的状态 对 你说李嘉诚 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特别你说港商 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如果李嘉诚做这个动作 他一定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他一定知道 非跑不可了 对 你知道吗 曾经我听过 澳洲的商人跟我讲过 他说他们港商 其实都很会打点地方官员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港商他的讯息来源 非常的清楚 而且非常灵活 你说港商很会做关系 对 很会做关系之外 那可能说 因为你做的关系 你有跟当地的培养好的关系 官员可能有一些什么 风吹草动的消息 马上就告诉你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就做音应 所以我在怀疑说 其实李嘉诚得到了讯息 他看到的东西 或者他听到的东西 比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 还要更多 因为刚刚讲的 他是董建华带去中国大陆 而且他从江泽民时代 刚刚讲 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 累积了12 10 20年的时间 他在整个中国 这个盘根错节 他的资讯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啊 所以代表说在中国大陆 他跑得很快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知道 这个苗头不对了 那现在在香港 他开始又在香港跑了 那代表说香港是不是也 也不对了 对 有一些状况出现了 所以他应该也听到什么消息 或看到什么景象 所以他也开始在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李嘉诚真的是 这个所谓前期指标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 长石集团 卖了两个建案 两个建案打七折 大家觉得不得了了 长石集团 以前的房价只有涨 没有跌 而且他会手扛手扛 去创造房屋的价值 但没有想到 这次一口气 啪的打了七折 而且他在北京养地 养了22年 养了22年这块土地 他居然是打9折 把他给卖掉 所以看起来 他现在要套现 那讲说只有你吗 没有 李肇基的集团 现在他也卖了 他手下 相当于这些房地产 对 四 五折 保洁 事实上目前香港的房地产 是叫做空杀空 就是什么 原本李嘉诚的长石 已经认为说房地产走空了 用七折去抛售 结果没想到 李肇基他们的肇基地产 他们居然也用四 五折 去抛售他们的房子 保洁 所有才说是空杀空 好 那空杀空 保洁 我跟大家讲 李嘉诚 他叫香港的首富 他叫李超人 对不对 李肇基 他的横积 保洁 他也曾经当过香港的首富 他也当过首富 所以他们之前过去香港20年的首富里面 不是李嘉诚就是李肇基 他们换来换去 对 一个要李超人 一个要四叔 他们两个 香港的首相 四叔就是李肇基 对 他们两个现在联手 在抛售这个显然 他们两大家族都在看空 整个香港房地产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说香港四大家族 这一段时间来非常凄惨 是他们在股市 对 他们蒸发的资金 已经高达了1.5兆台币 对 那为什么这时候去这个抛售呢 他们一定闻到不一样味道 保险 他们四大家族 香港四大家族 过去我们就叫李嘉诚家族 还有李肇基 还有郭德胜 还有郑玉统的新世界 四个人 叫做香港四大家族 撑起整个香港所有的经济的发展 就过去四年左右的时间 他们的股票市值 争霸了1.5兆台币 所以他们当然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嘛 他们都是对市场 非常敏感的人 他们一定闻到 香港不对劲的这个局面 那好 不对劲我原本可以撑 可是既然你李嘉诚 已经开了第一枪之后了 李肇基当然紧接着开第二枪 他把他目前为止 在九龙弯的一个商办 创好房 用四五则卖掉 所以我跟你讲 房子在卖 商办在卖 保险 前几天我们在讲 中国不是这样子吗 对 房子先出问题了 商办也出问题 现在轮到香港的出售草是这样 所以有些人闻到 两大家族对香港的房子 看空的讯号 这是非比寻常的 所以你最近提到说 在深圳最好的亚伦湾 等于说这个场地里面 这些人的房子 腰斩又腰斩 而这个腰斩又腰斩 竟然已经进到了香港 保险我们再看香港 现在有的打八八指 刚刚讲打七指 打八八指 你不得了了 这个更可怕的是 创豪坊 创豪坊 只限三天 你要买的话 只有8月18到8月20 要购买竞数 四五折 对 简单来说 它是出清 当现金的那种概念 我们刚才讲 这个创豪坊 你看四五折震撼大批价 而且限三天 对 限三天 好 那我们就讲 那这个案子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香港 这是九龙半岛 然后这是香港岛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尖沙嘴这个地方 尖沙嘴 尖沙嘴就在这边 那尖沙嘴在这边来说 它是在九龙湾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创豪坊 所以事实上 它的位置还不错 因为它要到香港本岛来说 是还蛮方便 它这个地方的商办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最高价 我们用最高价 最高价它曾经 因为香港是用一英尺来算 好 每一尺的价格是 1.7万港币 1.7万港币 换算成台湾是7万3千 那你知道事实上它这一次卖 它这一次卖多少 它这次卖每一尺是5391 我跟你讲 最高是1万7 它现在是5391 所以它这个 最高价跟现在的卖价 差了已经降幅了77% 也就是说 你之前一个英尺平方 它是7万3 现在降到2万2 对 降了很多 那因为这一次 它之前的牌价 再往下降 打四五折 但是如果你跟 最高价来比的话 已经快要打了八折 打了这个二折 打二折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个告诉你什么 香港房地产 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 来说显然相当相当不景气 而且这个穿好方法 我刚才讲 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工作室 对 你可以做你的这个豪宅 对 它有多功能使用 对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是它内部的这个空间 它的这个楼梯间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里面来说的话 你看它有 它可以做成这个工作室 它可以非常多的这个做法 可以做成这个 类似是这样开放式的 对 你看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好的 这个商办 就没想到 现在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 就这个横积来说的话 这个它 这个卖这些 也没有多少钱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要那么快的 在这个时候出清呢 所以显见了 既然这个李嘉诚 开第一枪之后 我现在能够卖的 我就现在尽快把它卖掉 所以它事实上 这两大家族的动作来说的话 当然对香港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讯号 你自己讲过 香港四大家族 跟中南海的关系 对 都非常深厚 当然了 我们就讲四大家族 为什么四大家族 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都显然 对香港的前景 有一点点打上问号 当然李嘉诚来说 或是这个李肇基 他们两个家族 你看他们最近的股价 这是这个长江实验的股价 这是新鸿基的股价 对 新鸿基就是郭德胜家族 然后还有横积造业的股价 另外新世界是郑玉彤的 你看四大家族 不约而统的股价都在往下跌 对 往下跌来说 我就讲四大家族来说 如果你四大家族的 这个景气是往上 他们的股价往上 告诉你香港的景气是没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大家族 难过了所有香港的十一住行 都是他们四个人管的嘛 就他们四个人的财富蒸发 告诉你说 香港股市也从那个 三万三千跌到现在一万七 他们当然知道问题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的时候 问题是政府也不准你说 你不要给我卖太多楼 他们现在只能够能够能卖的就赶快卖 能卖就赶快卖 因为他们手上楼也很多啊 他们现在卖 你要觉得说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卖 因为他们现在真的非常紧张 能够出清就出清 能够卖就卖 而且不是香港四大家族 现在对中国中国梦 开始破灭 连华尔街的中国梦 都逐渐破灭了 没错 这个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他就说事实上 华尔街的这个中国梦被破灭 我们昨天曾经讲过 在总的美国里面来说 华尔街跟好莱坞是最轻忠的 但目前为止来说 华尔街似乎对中国真的是投下来不赞成票 不赞成票 第一个目前为止来说 高盛目前为止 他们IPO的这个数量是相当相当少 他说去年 这个摩根大通 他们在中国的这个证券公司 只有签了两笔IPO 然后摩根史丹利是一笔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说在中国市场 我过去 几乎没有业绩了 对 那我过去 保际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这个所谓高盛银行 这些所谓的这个华尔街巨头 曾经因为他们在中国 享受非常多IPO的好处 过去什么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移动那些案子 他们都赚了一口气 都赚了好几十亿 结果没想到现在 都摩根大通只有两笔 然后摩根史丹利一笔都没有 所以就告诉你 他们现在在中国IPO的商机 已经没有了 另外一个中国目前为止来说 那所谓债券 外资现在也拼命在卖中国的债券 另外还有贝莱德 贝莱德是很轻忠 他说我在2021年的时候 我就募了一支所谓的 中国人民币计价的一个资金 就让他找了很多外国人来投资 结果保洁 不投资还好 一投资很惨 当时募到约莫是在66.8亿 折合美金是9.17亿 结果没想到 他现在跟投资人说 不好意思 我这个基金已经亏了 百分之50% 亏50% 所以说 华尔街经过这些 他也知道 他钱进去 实打实进去 现在被蒸发掉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当然觉得说 中国的股市行情 真的是很不好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不但是在中国现在 赚不到钱 还要把钱给抽走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亏钱的地方 大家其实都不想带 所以现在美国的散户 开始在离开中国市场 那美国的散户 在离开中国市场之后 这些基金就要被动式 就要抛售 所以像最近一段时间 全球基金大概13天之内 抛售了中国蓝筹股 大概110亿美金 蓝筹股 对 蓝筹股就是中国的大型股 那他到底卖哪些大型股呢 第一个包括说像 包括说像什么 再生能源的龙头 这个龙基绿能科技公司 然后把中国招商银行 中国招商都卖了 他们两加7也被卖了 这个47亿左右的这个数字 另外还有什么 包括说像五粮亿也被抛售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还有比亚迪的股票 分别被抛售至少 29亿美金左右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像现在你看 抛售的银行也抛售 保险公司也抛售 五粮亿我也抛售 然后包括说像电动车我也抛售 所以其实他抛售的这个范围 是不限个别产业 是能够卖的 我几乎都把卖 而且卖的都是中大型的股票 这种有点像什么 他在台湾卖台积电 然后卖什么银行股 这样拼命卖的这个状况 所以告诉你是 他们真的不太看好中国的股市 但是不太看好中国股市 中国现在股民 他们官方要求股民 你给我撑住这个中国的股市 然后这时候 就有一个官方向就出来了 那就是胡锡进 所以胡锡进最近 你看他这个微博 他都一直说 我再买股票 买股票 就他买了30万 就没想到最近亏了9000块 所以他事实上连胡锡进 自己都知道说 中国股市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的经济 或是中国的股市房市发展 都变向一个悲观的这个状况 有个影片 现在在中国大陆 广泛流产 我看了下一跳是 一个东北的女孩子 跑到了内蒙古 就参加她闺蜜的婚宴 可是她最在乎的 不是这个婚宴敢不敢动人 是她有肉食了 我看到她感动得一直流泪 我以为说她被她闺蜜的婚礼 那种气氛所感动 就没有想到 她感动的是 内蒙古的席太好吃了 内蒙古的席都是肉 东北没肉吗 是 我都觉得 因为一开始 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说 哇塞 可能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20年 30年的个好朋友 看到今天有一个好归宿 你才会这么感动 后来就发现 你怎么四目打的 不是 我就把它打开来听 后来发现 你现在可以对我们这个新人 讲几句好听的话吗 麦克风拿来 我从东北来 都不然以为要讲什么感人的 结果喜太好吃了 全是肉 而且你发现那个肉 它就有颤抖的声音 那种感觉是真的 好像很久很久 没有吃到肉的感觉 东北没肉是吗 可能比较贵 不知道 但是这整件事情 就让人觉得 尤其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在大家认为说 经济不景气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这个东北姑娘 的这个全是肉 的那个心声的 那个吶海的那种感动 才是最真实的 好 那你先提到的就是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提到是 现在中国人对 中国人对中国的经济 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对 他没有信心到 他真的是用那个 moon to turn to dark这样的词 所以现在怪事频传 什么叫怪事频传呢 现在突然发现 天津平安保险的大楼 大失货 等一下 我们看前两天 曾经谈过 天津这个大失货 大失货里面 有平安保险集团 我跟你讲 那个画面一看 后来被人家发现 它失货 第一开始失货楼层 就是从27楼 27楼你们看到 其实有个开放 就写平安保险 所以它其实 从平安保险这边 开始往上烧 然后开始上下烧 上下烧的 然后烧现在 他们现在还在查 其实这个火烧得蛮的厉害 因为总有出动 就有几辆的一个消费 刚刚施总讲说 现在华尔街 大卖中国的五票 有五粮亿 中间还有一个 就是平安保险集团 是 而且他们就发现说 现在平安保险集团 踩到一个大雷 踩到什么大雷呢 恒大 为什么说 踩到恒大的一个大雷呢 真的 这么写 是中国平安 平安银行 对啊 平安银行 后来就被人家 是起火了十年 平安也不平安了 所以他们就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情况 是什么情况 原来平安保险 是恒大的大股东之一 而且也是主要债权人之一 所以他们就想要说 恒大的一个倒闭的 这把大火 是不是又烧到 它的一个债权人 这个部分 平安倒了 恒大倒了 你很多的债款 你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平安自己本身的财务状况 会变得雪上加霜 所以人家就说 这把大火 会不会有可能是 相关的一个赞权人 比如说你的保险 你可能是保险人 有一些给付上 给你扣住 不让你给付赔偿的情况 人家不满心声去放火 都有可能 但是目前为止 到底起火是什么原因 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 董事长 刚刚讲的 如果现在 连香港四大揣摊 已经不是李嘉诚的 包括李肇基 包括这些其他的 如果都在打跳楼大拍卖 打折太拍卖 那香港不就真的惨了吗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李嘉诚跟李肇基 算不算是地球上 两个最聪明的人之一 当然是 那我现在请问你 先有李嘉诚的打折 后有李肇基的跟进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们是为了 那李肇基这样卖出来的 总金额多少钱 你看到就大概1.68亿青台币 他差这个1.68亿吗 不差 当然不差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这他有策略 他的策略到底是属于 要所谓的套现解套 还是创造市场 就当市场开始坏的时候 先会从银行的法拍屋 先折价 对 对不对 然后市场的价格不会跌 是银行法拍屋跌 这是我们自由的事 就是银拍屋 从银拍金拍 先开始法拍 先开始折价 大概折个两折 20到30%左右 对 可是20到30%来不及啊 所以他先给你干掉55% 你看李嘉诚先干掉30% 对 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他在干嘛 他在创造一个新的市场价格出来 因为香港还是自由市场 对 香港自由市场 香港价格北京管不了 他这样一搞以后 以后香港的市场价格就确定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市价 大概就七折六折 就腰斋了 腰斋是什么好 那结果怎么样呢 抢购一空 到处抢 创造 所以叫Market Maker 他是创造市者 创造一个市场 那我之前的房价 不都价值都减一半了吗 那另外一回事 他不管你的 因为他是开发商 他来不及了 他来不及了 他知道 他如果跟着你北京一起 这样货货货货货 那个就是冷水扯鸡毛 扯到那个整个集团的垮掉 我也一口气给你砍下去 反而有一个什么机会 你知道吧 把你们这些人 本来不想买房子的人的 口袋的钱 再逼出来 逃出来 然后这是香港的效应 但会影响哪里 会中国 中国哪里 深圳 广东深圳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当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 发生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 在这个广东的大雅湾 是美国人 做工程师 他看到那个 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大堆北方的小孩 北方人要逃到南方 有的要南方找工作 有的要离开中国 都有 结果看了什么事 你知道 看了解放军 在福建 在江西 在广东的省界外面 逐起一个防卫圈 阻挡人家进来 因为他不能让广东乱 所以他把广东 不是进广东 炮口 坦克车的炮口 不是对着外面 是对着北边 对 他干什么 不让你进广东 他不让你进广东 所以广东本身叫什么 珠三角经济 珠三角经济是什么经济 你认为说 北京能够决定吗 不能吗 不一定 天高皇帝远 中国的经济发展 有一个原则 就是天高皇帝远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北京管得很严格 什么事都不能做 要批文 什么一大堆 对不对 酒廊不能开 这个东西 什么反正色情行业 看不到 广东有没有 都有 全世界最大的 赌钱的赌博的色情行业 全部都在广东 所以什么 天高皇帝远 就会把很多边界的一些 边缘的一些产业 把它发展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他现在香港这样干的情况之下 因为你大陆现在要 救这个市场 就一招 什么一招 不准降价 对不对 银行不准抽银根 然后老百姓不准拧钱 把整个控制住了吧 钱拿不到 所以流动性变成的危机 对 变成一个冰块在那边 不会流动 所以我们讲 进入到了流动性的陷阱里了 流动性陷阱之后 你就他因为他控制住 他共产党的中央政府 有权有力量 所以把陷阱变成一个 暂时冻结的状态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起兑 对 不会有崩盘 都不会 看起来是表面上的平静 可是整个经济开始衰退 那衰退的人 在北方找不到工作去哪里 去南方 去南方 然后就往南来起 往珠三角起 往禅三角起 还是相对性的好 那相对性的好怎么办呢 那他这些人怎么办 他们这些的主政者 就会去阻挡那些外面进来的人 他把工作机会 留给本身的 有户籍的人 对 因为他有户口登记制 你知道吗 对 所以这是什么情况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香港这个效应 我跟你规定我房地产 不能降价嘛 对 我就偷偷 我就干啦 偷偷跟你降 变相降价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不是中共最有名的话吗 习近平空置得住吗 空置不了吗 空置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未来的香港的房地产 打折的效应 会立刻蔓延到 长三角跟珠三角 这些有钱的地方 因为最后房地产 还是有价格 房地产 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地产 只有卖不了的价格 只有卖不了的价格 所以你看到这些 跟中央有逆势操作的 一些力量 会因为市场要求生存 会自然形成 所以中共会变成 每一个省份 因为经济条件不同 会形成分裂的中国出来 那么就变成 以前的东南自保运动 就是东南自保的概念 但是它现在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北京这种中央政府 它成本最高的 就是北京这种政府 中央政府管太多 它用中央政府管到地方 边陲地带 根本没有人理它 根本它没有 它的成本太高 而且利有未歹 所以这个时候 地方本身会有一些 变相的一些自保作为出来 那这个自保作为 第一个就是跟着钱走 跟钱走跟谁走 跟香港走 所以香港这样一干的情况之下 我跟你保证 广东在半年之内的房地产 一定会降价 也会跌 一定会跟着跌 不是 它要出售 它要活络经济 因为现在最糟糕的 大陆输卸什么状况 你知道吗 僵住了 就是僵住了 就是Frozen 它整个市场停滞 它是衰退型的 通缩衰退 流动性危机 流动性停滞 所以香港四大家族 不来这一套 我先干 我先干以后 我跟你讲 香港人没钱 对不对 大陆有钱人跑 香港去买了 大家不跟你客气 所以他们在创造市场 然后引动 这些长三角 跟猪三角 还有一些活水 会开始活起来 抢钱 所以抢钱大赛开始了 你讲的没有错 北京会倒大煤 地方会各自为政 接着这个数字 连你都吓一跳 东莞 中国现在公布 各个省市 各个地方 它在GDP的一个层上 倒数第一名 厦门 第二名 竟然是东莞 我们知道 东莞以前一直是火车头 它一直是 中国非常重要的制造中心 没有想到 这个制造中心 熄火了 老姐 中国过去是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里面的核心地位 就是在东莞 为什么 因为从改革开放到 现在为止 有几个 一个叫做东莞速度 就是东莞的所有开场的速度 都非常非常快 东莞速度 另外还有东莞的标语 叫做大胆市 大胆闯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东莞花了 它过去人口非常少 但是几十年的时间 它在2021年的时候 GDP已经破了一兆人民币 所以它事实上是非常大的一个城市 那每一年来说 这边是世界工厂来说 大概有一半的工厂 都集中在这个东莞这个地方 结果宝洁 事实上现在 世界工厂黯淡的 最直接的名证就是 东莞的GDP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面 倒数第二 它只有赢过厦门 但是问题是厦门跟东莞 都是很多外商 台商 港商聚集的地方 也就是说 现在东莞跟厦门 两个人遭遇到 经济下滑的压力 表示 世界工厂的帽子 真的是已经移走了一个情形 好 师傅你曾经讲过 现在厦门 东莞 还有昆山 这三个是台商非常密集的地方 如果厦门跟东莞的GDP 成长非常低 是不是代表说 台商现在已经大举的撤离中国了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里面来说 是广东省的 这个几个重要城市里面 你看 GDP增速里面来说 它是最后一名 然后另外除了 它的出口也是衰退最多 所以那前几天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 叫西泽金融研究院的赵建 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中美贸易大战之后 只有中国是输家 其他国家是坐收渔庸之力 他说香港 香港的这个好处 被新加坡拿走了 另外一个 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世界工厂 都被越南啊 东南亚印度 墨西哥都拿走了 中国没有任何好处 美国没有衰退 你看 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 还OK 只有中国是输家 所以你看 显然在这个贸易大战 打到目前为止 中国人也看得非常清楚 大概只有中国是输家 而且我们看到有一个标题 我觉得写的 非常的一个凄凉 他说 世界工厂当年有多么辉煌 现在就有多么样的凄凉 你看世界工厂东莞辉煌的时候 有把钱要多辉煌吗 有全球四部手机 就有一部是在东莞制造 那全球五部电脑里面 就有一部在东莞制造 全球五件羊毛色里面 就有一件在东莞生产 你就知道 它的生产的这个重症 是多么严重 所以东莞以前的产能这么巧 对 没错 那它今年以来的时候 当然非常糟糕 包括说像手机的这个产业来说 相当下滑相当多 你看2019年东莞的这个手机产量 当地的统计 4.06亿 去年只有1.9亿 掉一半了 掉了一半 那今年预估还会掉更多 那譬如说以东莞上半年的 这个出口额的话 是6186亿人民币 较去年减少11% 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数字 都在下滑 所以连这个东莞的 他们相关的这个人员就说 东莞一直有世界工厂支撑 但是制造业占的比例很大 然后自由知识产权不足 对外依存度很高 所以产业外迁 订单减少 还有疫情 还有贸易保护主义 搭击让东莞几乎是完全 停顿掉了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东莞难道我们之前介绍 是外面有很多的游民 难道你会看到 原来在天桥底下 旁边还有很多搭帐棚的 因为刚刚有的是等工作的 有的是被支撑的 不知道该去哪里 如果你现在去东莞看的话 东莞到处都是工厂 是非常非常少 倒了非常多 另外这是什么 中莞的包财 包财公司 你要运输出去出口的话 你就要用包财 包财目前为止来说 几乎是完全倒闭 所以就告诉你说 东莞的工厂 也太惨了吧 不行了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指标大厂 就是这个结融科技 结融技术 结融技术做什么 它做手机 保健那他们有9000名员工 9000名员工 然后他就说 我们现在没有订单 保健他居然做什么 9000名员工 他就说我们要进行一个 放长假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那真的是放三个月吗 很多人都知道说 他可能不会再运作下去 的一个情形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媒体 国际的媒体 也都跑去了东莞了 去东莞 等于说一夜直秋 来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且过去为什么 东莞会这么抢 因为它主要有所谓的 三来一捕 这是它首创的一个规则 三来一捕是什么 来料加工 然后来样加工 来建配装 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 另外它可以提供 所谓的补偿 我意思是什么意思 它可以补贴你 所以它过去用这一招 所以让它世界工厂的速度 非常快 但问题是现在 全部都移走了 这是人家去统计了 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 他们很多工厂移到什么 移到伊索比亚 它的鞋厂就移到 伊索比亚去了 然后它的手机 这个所谓手表 移到瑞士去了 另外一个 还有很多公司 都移到田纳西 它就做这个自动化工程 全部都移走了 所以就说 现在外媒去追说 那这些工厂 到底跑到哪去 有的跑到伊索比亚 有的跑到瑞士 有的跑到田纳西去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世界工厂 是速度非常快的 在往全世界移动 还有很多大量 移到东南亚 移到越南 泰国一大堆 所以现在整个东莞 可以说是移 最快的速度 在崩解之中 难怪中国的经济学家 讲说 在中美经济大对抗下 只有中国是输家 其他都得利 因为你把中国的产能 你把中国的经济好处 全部往外送了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 只有中国是输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动作 我们昨天晚上 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来说 都是非常惊心 东坡的一个晚上 中国做 俄罗斯怎样 调高利率13码 他调了13码 为什么 因为他俄罗斯卢布 快要爆掉 拽一口气调了13码 你说他的贬值一半了 对 他调了13码 这是历史罕见 另外是什么 另外是中国 罕见的他炫目降息 虽然他们两个国家 都是要救经济 可是问题是 今天的中国股市 照样跌给你看 所以就是说没有用 过去那时候 你只要中国真的降息 隔一天都会大涨 今天还是照样重挫 香港股市也是照样重挫 所以告诉你 中国已经没有办法 再救任何 任何的利多 都完全是打水漂 所以就像经纪人选讲的 现在中国已经穷尽了 所有的金融手段 对 对中国的市场 都毫无注意 对 所以现在中国 能做什么事 保洁那 他们就有个盖牌 没有盖牌 这件事 他们根据他们六月份 有公布所谓青年人失业率是21.3 对不对 就没多久就说 我们要公布了7月跟8月 不好意思 没有要公布了 我们以后再不公布 他说什么 他的原因是说 因为现在青年年的就业样态不一样 然后我们统计数据也要优化 所以我们就 中国暂停公布 所谓青年人的失业率 所以他告诉你 就是我们不要讲这些东西了 那另外好 那中国还做什么事 他用一个所谓外资投资的24条 要吸引外资 可是问题我给你讲 现在只有一招 现在我跟大家讲 中国大陆现在要刺激经济 只有一招方法 就是跟美国认输 为什么 因为你跟美国认输 让中美贸易战争结束 你就可以回到过去的那个状况 你说解除美国对你的限制 对 那否则没有办法 中国大陆的经济 你做任何的刺激 做任何的动作来说 就是没有办法止住这样一个叠势 可是问题是 习近平有可能认输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现在中国注定是一条 往这个冰山撞过去的铁打你 它会慢慢慢慢的沉没下去 所以你现在看到中国数字 非常可怕是 我的进口 进出口数字全部都衰退 我的这个物价指数也衰退 我的生产指数也下退 然后更可怕的是 现在连美国 美国现在的债券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投资 也全部都在抽了 对 对中国更没办法接受是什么 抱歉 那最近中国不是 这个所谓 营建公司连环报吗 现在报道一家叫远洋集团 报道这个就非同小可 为什么 因为它过去一段时间 恒大啦 或者说这个 这个所谓碧桂 他们本来就已经快要倒闭 大家都知道他们摇摇欲碎 可是远洋集团不是 它是国家企业 国家企业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 中原集团 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所谓航运公司 它就是它旗下的一个集团 所以它有国营企业 在后面当百股 这几年它还找了中国人 社会大堆去投资它 所以照理说 它应该不会爆雷 所以它也违约了 结果它居然爆雷 所以你知道 国企就爆雷 所以告诉你 现在的中国的经济 绝对比我们想象中 都还要更差 我认为现在不是最差的时候 只有更差 绝对没有最差 所以你知道中国的经济 真的面临到空前的压力了 好 会成 我们来到中国这一支房地产里面 一开始是李嘉诚 居然在香港的两个地皮 是什么 又打七折来卖 那你说香港打七折卖 也就算了 他现在连北京的房地产 他也要打九折来卖出 而且刚刚讲 他现在香港的这两个地皮 已经让他获利套利 放了一百九十二亿的现金 放到口袋了 是 现在大家都关注到说 李嘉诚在香港 打七折这件事情 震惊的真的是 不管是两岸 或者是甚至美国的 布林布林媒体 都大篇谱报道 因为到底李嘉诚看到了什么 现在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 更增加了大家的一个 就是说李嘉诚 真的发现了中国经济的大问题 为什么 连天子脚下的北京 开盘新的房子 竟然也打九折 所以这个人家会觉得说 李嘉诚 我在香港我还可以 嚣张一点 我直接打七折 在北京天子脚下 我也打九折 真的也打九折 而且你知道这一块地 大家说是在朝阳区 这块地特别有一个象征意 什么象征意呢 你知道李嘉诚原来 早在2001年 那时候就跟北京的政府 用每一平方米大概一千多块 一千千百块人民币的方式 盘四十万平方米的整个土地 他这一块地是最早在2001年 就已经买到了 可以说是李嘉诚在北京插旗的 第一块地 所以他这么大的四十万平方米的土地 他是分期在卖的 分期去开发的 所以现在开发得到这一期 其实叫做御翠元 御翠元就是这个地方 他在四环跟五环之间 而且到旁边有一个什么 北京朝阳站 他不但是有一个地铁站 地铁站就在他的旁边 他地铁站旁边 另外朝阳公园也在他的旁边 我旁边有地铁 我旁边有公园 而且我就在五环之内 而且我旁边还有公路 这么好的地段 这么好的位置 你给我打九折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吗 朝阳公园是亚洲最大的公园 真的假的 真的 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中央公园 这个地方是多么好的一个地方 朝阳公园很美丽 很美丽 而且这个是一个指标性 他们可以说是 你比如说在社会上 住的混得还不错的 白领阶级的 然后就是要领高薪的 然后非常有钱的 像我们这种一辈子奋斗了 可以在那边买一户的话 那真的是光宗耀祖 这么样好的地方 结果现在竟然传出打九折 你就心想说到底发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事情 结果他们就想说 从这个动作 尤其他已经是开发到 这个已经是整块土地里面 相对后面比较 这就是他卖的 对 这就是他打九折要卖的地方 对 而且你知道吗 他当时前几年 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开发案的时候 你知道他多嚣张吗 你知道 现在他买这个房子 不是说你看看 你刚才不漂亮 我要来看着 我走到里面看 不好意思喔 要验知的 保全哥你知道 什么叫验知吗 什么叫验知 就是说你要来看我这房子 请先告诉我 你的存款有多少钱 就是不是说 你走路的 走走 要去 要给你生钱的 所以这样 不好意思要验知 是喔 对 我不是張三李是王二媽 他是路人家一筆 我說這個廚不錯 我來看一看的 不行 不行 你不能給我卡進去 你卡進去 馬上把我整個頂級豪宅的一個價格 都給弄低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是甚至就是要 你進來光是要登記要看 你就是要驗資的 而且還分 如果是一般的 譬如說是兩人房三人房 資金就沒有那麼貴的話 那你戶頭裡面至少要200萬人民幣 那如果你是要看 比較像是別墅區 樓層高一點的話 你也有700萬人民幣 換句話說台幣要3000萬 你才不是要買喔 是進去看 你就要有3000萬 所以呢 當時他是用這樣子的一個高規格 然後是這樣子的豪宅再賣的 結果成幾何時 現在跟你說 不行 你現在 你要看隨時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還打九折 所以人家 哪差這麼多 對 為什麼差那麼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可以說是李嘉誠在北京 當時2011年 一口氣賣到一個 整個40萬平方米的土地裡面 最後一塊最重要的地 結果現在竟然用這種方式 所以人家就說 李嘉誠要跑了 李嘉誠連北京的最後一塊地 可能都要賤賣要跑了 好 董事長 現在東莞現在各個地方的 整個GDP的一個成長率 東莞居然倒數第二 廈門居然倒數第一 然後這兩個跟台商關係都很密切 東莞這個所謂的變成了 成長動力變得這麼慘 對中國來講 真的是一個可怕的警鐘嗎 東莞只是它的一個 其中一個部分而已的 但其實廣東情況也是非常不好 廣東也不好 情況不好 因為廣東最大的GDP的產值還是哪 還是房地產 對 所以還是地方政府被拖到啊 一樣的問題啊 所以越好的地方 像廣東 像這種像珠江這一帶的 不是說是長 或是長江的這一帶 上海這一帶 都是一樣的問題啊 它的全面性的被房地產 壓垮了 被金融壓垮了 被出口衰退壓垮了 對 被投資衰退壓垮了 這是全面性的問題 它不是說一個地方出問題 對 然後那個窮省啊 更慘嘛 窮省根本就已經倒了嘛 對 就像什麼雲南 雲貴川這種 雲南 貴州這種 根本就不要談了啦 根本連薪水都發不出來嘛 現在情況是非常不好 所以你沒看到 昨天不是有公佈嗎 對 所有的年薪失業率 已經停止被公佈 蓋牌 蓋牌不告訴你 不公佈了 怪招嘛 這不是等於說 這就是討罵嘛 你這是討拍嘛 誰都知道你蓋牌就是你掛的嘛 對不對 哪有這種幹法的 所以失業率偏高 我昨天講過一個概念 因為拜登講出2% 拜登敢宣布說你這個國家 GDP變2% 2%他給你假告告 什麼意思 因為你沒有6%的話 你活不下來 對 你的6%是你的社會安定度的最低標準啊 你知道的 你現在因為是有這個清零 有這個COVID-19 所以你用強壓的手段 是 但是這個完了以後 你現在開始很簡單 麻煩來了 你到底要不要經濟活絡嗎 要還是不要 因為你現在講 如果說你要走你所謂的 這個專制路線 你用強壓的 全部都開始大白 小白一起二幹 對 那個是前幾年他這樣幹法嘛 大家沒話講嘛 認了嘛 對 對不對 就是全部一起相忍 相忍畏國 這問題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大家過不下去了嘛 對 所以現在問題 另外一個麻煩在哪裡 就是還是我講一個概念 它的消費停止了 然後通縮開始了 對 然後你的出口停止了 對 投資減少了 投資也開始大幅度下滑嘛 美國人不來了 這麼簡單 美國人跑光光了 對 對不對 原來美資是最大的投資 美國現在跑光了 那它現在靠什麼 所以它整個 它不是搞了二十幾條嗎 二十幾條 二十幾條 講了半天就是請你們快點來投資 這一條 就是一條請大家快點來投資 這是不是一句話 但我來投資的時候 你有反間諜法 隨時可以把我抓起來 另外就是美國人講了一句話嘛 請你不要去這個國家 因為他在執法的時候 沒有標準 他告訴你 他如果任意執法 哇 混蛋了 你任意執法 我前台給你弄 然後現在目前的情況 現在當下的 我會和台商朋友問了 現在領錢領不出來了 現在就領錢領不出來了 現在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啊 他非常 而且還倒茶 稅務也是稅監處 倒茶 地方也是沒有錢怎麼辦 地方沒有錢 他割韭菜 他怎麼割 他就查你過去了 你在台商很多事都出口退稅嘛 退稅 你知道是假退稅也有啊 就開始就是內部的一份 就是整個就是一份這個 這個肅殺之氣啊 是 肅殺之氣 你的經濟就開始完全熄火 好 挺會 你過去也常常到了北京 欸 這塊地真的非常好嗎 四環 五環 然後有一個昭陽公園 真的非常美麗嗎 昭陽公園旁邊有一個北京昭陽站 北京昭陽站旁邊還有一個昭陽運動中心 昭陽體育中心旁邊有一個預算研究室 李嘉誠的房子 結果我這個地方要打九折 是過去完全無法想像的事情嗎 對 當然四環 五環這個地方是蠻不錯的居住環境 當然到六環就有點遠了 不過呢 因為這個地方附近的公園 這個就是昭陽公園 對 旁邊這麼美麗 是蠻漂亮的啊 但是問題是李嘉誠他現在目的不是在脫產嗎 要趕快把所有的在中國大陸 在香港的財產脫離之後呢 能夠投資其他地方 不過我們話說回來 你如果說連東莞跟這個廈門 都已經陸陸續續有那麼的 那麼慘的這樣的一個經濟成長的話 那代表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這個台商或是外資的總部 有可能早就已經離開這個地方了 那你就不要再講說其他的衛星城市 你想想看我曾經到那個什麼 到泉州 到惠安等的地方去看過 那個早就已經是什麼 你一看就知道以前曾經是個製協廠 或是曾經是個紡織廠 但是就像是個廢墟一樣 就像是個鬼城一樣 全部都不見了 早就空了 早就空了 那其實那一波來講的話 是以往內陸 但是以往內陸之後呢 這一波來講的話 整個又不見 所以剛才有提到說如果中國經濟要再救回來的話 除非什麼去跟美國磕頭 你就是在教長電舞 或者是像蔡霞一樣 這些逃到美國的 這些所謂的前共黨的黨校的一些老師們 或怎麼樣之類的 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現在美國政府只是針對習近平 或是針對共產黨而來 他不針對整個全中國 但是他要怎麼樣 過往來講是用交往政策 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是要把整個中國的脖子掐死 掐到他是受不了的時候說 我投降 然後我整個全部改變 如果 昨天談到的是李嘉誠出了一個大絕招 居然用周邊價格 周古物價格的七折 賣出他兩個 而且是濱海的第一線 那個都以前是房價最好的 你不但沒有漲 你還打七折 當時大家就聞到有一個非常不尋常的味道 知道要出大事了 果然真的出大事了 碧桂園現在利息已經不出來了 所以街上剛剛講的 恆大 萬達 再加碧桂園 三個中國最有指標性的房地產 全部出事了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會想像說香港有房價需要打折的嗎 而且是用預售物用樓花的案件 代表說一定有大事 李嘉誠他這個案件呢 他竟然把它打七折 打七折是什麼概念 我把三成的利潤我切肉 我都不賺了 我只求什麼 平安下莊 所以他看到的東西 香港房地產大概都有三成的利潤 這三成利潤我不要了 對 我不要了 所以李嘉誠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今天大家覺得說 恐怕他看到的是內地市場的房地產 一個一個爆 在過去來講的話 恆大也爆了 然後萬達也爆了 現在沒有想到是名氣模範生的 碧桂園 他竟然出事了 你說碧桂園是模範生 對 連碧桂園都出事了 對 而且他出事 讓大家很意外的是說 他到底出什麼事情 他發了兩個債券 這兩個債券 其實還有五六年才需要還本金 這個時候竟然沒辦法付出 兩千多萬美金的利息 利息付不出來 利息兩千多萬得台幣多少錢 七一一 七一一千萬你竟然都付不出來 他不是有兆元資產嗎 對 如果你有那麼多的 如他講的值錢的資產的話 我隨便賣賣 或者是我拿去抵押 是把這七一一千萬給拿出來 但是竟然就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代表什麼概念 代表碧桂園即將要變入恆大第二 因為他這些美元 美元債券持有者 都是美國的大的投行 你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利息付不出來 你可不可以讓我多延期 大的投行摩根史丹利 你說利息在說什麼 我現在來講不是買你股票 是借錢給你 然後既然你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的話 這兩個債券 已經等什麼垃圾了 沒有人要 所以你接下來 你也不可能再用發新債 你不可能再用募款的方式 發新債來還你的救債 然後呢 碧桂園其實在上個月 他也曾經想要幹嘛呢 他想說來發新股 然後弄弄折騰了半天 也找了美國投行 來發他們IP 這只能半天說 算了 我們內部研究之後呢 我們覺得說先不要好了 為什麼不要 不是缺錢嗎 對 我們先保留 我們自己內部的一些選擇 我們先不要 後來呢 現在來看 沒有人要認 沒有人要認 再怎麼便宜 都沒有人要認 所以呢 碧桂園 恐怕要出了 因為如果只是單一實踐 那大家還不會這麼輕慌 剛才講的過去兩年時間 包括中國恒大 融創中國在內 數十家 中國的房地產商 已經有債券違約 還有不能履行 所謂的負利息的狀況 剛才講 現在碧桂園這個被稱為 是中國房地產的模範生 利息付不出來了 它的債券已經變成垃圾債券 而且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講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 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危險階段 什麼新的危險階段 因為你看到他們50% 基本上每個都有非常高比例的負債 還有他們現在的股價 不都已經到了雞蛋水腳股 而且這個雞蛋水腳股的股價 隨時都有下市的風險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一個行業 這個都是連動性的 房地產是一條龍下來的 你要前面的整地 你要開發 你要最後銷售 一條龍的物館下來的話 如果一個家好 大家都好 一家不好 都不好 對 一龍巨龍 一毀巨毀 好 現在來講的話 碧桂園剩下一塊一毛一 距離下市清盤一塊錢 那就是分分鐘的事情啊 搞不好明天開盤就可以往下了 然後你看其他的 融創中國剩下1.2塊 然後融湖地產18塊 雅居樂也只剩下1.03塊 這些都是大陸的地產 好 我們來看香港的 對 九龍會的一個倉 然後新世界發展17.5塊 然後新造季也只剩91塊 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包括香港 包括大陸 全部都在下滑當中 對 全部都是一個 下行的一個階段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說 上一張在這邊來講的話 它最重要的是資產負債率 你來想想 我們台灣的一些 上市櫃的一個建商 他們資產負債率 都是在50% 你很穩定 你不太可能超過50%到6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如果你現在每個來講的話 91% 90% 碧桂園是多少 88.5% 你很快就會進入什麼 資不抵贊 對 然後呢 其實我們來盤算 它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應該早就已經爆倉了 為什麼 這個東西負債比呢 就是你的資產出現 你的負債出現你的資產 其實它現在來講 碧桂園很多案子賣不出去 你賣不出去的話 你憑什麼拿你當初 預售的價錢來計算 如果用實際上的角度來計算的話 你早就已經爆倉了 不是你的資產其實是在萎縮當中的 所以那個負債 資產負債表還在高估當中 所以現在講 現在碧桂園會變成另外一個恆大嗎 因為剛剛講的 恆大現在負債是多少兆 10兆的台幣 在這碧桂園 大家保守估計也到了7兆的台幣 這兩家公司加起來的負債 就已經到了17兆台幣了 17兆台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世界首富來救都很難救 好 碧桂園會不會是下一個恆大 恆大它怎麼出事的 它就是賣不出去房子 然後呢 家屋有狀況 來看一下碧桂園 它的合同銷售 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越賣越少 對 越賣越少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沒有人接受 沒有人接受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把現金流尬出來 我們來看從20年來開始的話 它的現金流都是負值 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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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房子又賣不出去 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還有什麼方法 你現在來說就是沒辦法了 而且我跟他講的 你現在你作為房地產 你一定要買地 你一定要去養地 結果我跟他講的 它的高峰在2017年 之後 去年 它一塊地都沒有買了 寶傑哥你知道一塊地都沒有買 代表什麼概念嗎 代表要清盤了 你要做一個開發商 你一定要什麼 土地庫存 你沒有土地 你沒有這個盤 你怎麼在上面蓋東西 你沒有蓋東西 你怎麼有辦法銷售合同 你賣不掉的話 那你根本也沒有東西賣的話 那你現在來說的話 碧桂園他只有走向最慘的一步路 就是下一個恆大 好 跟他講的 他現在的債券 他的債券 他的債券已經不值錢了 債券已經變成了垃圾債券了 現在他的股票 已經到了1塊1了 1塊1隨時有下車風險 代表他所有的資產 會隨時變成泡沫 對 隨時變成泡沫 那你當時所有投資的人 不就環境什麼都沒有了嗎 而且更誇張的是 導播我們再看看畫面 碧桂園被認為是模範生 那不是講假的 因為他過去 中國的房地產很多是爛尾樓 很多是爛尾樓 很多是所謂的動紮工程 你至少看起來 碧桂園幹起來是有模有樣 對 他幹起來是有高周短率 這有高端率就代表是 大家喜歡的 你買了以後是容易賣的 你連這樣的房產商 你都出問題了 過去來講的話 碧桂園可以說是名氣的模範生 因為他做什麼 他做了就類似我們台灣的造證 我去勸一塊地之後 我把所有的基礎設施 我自己來做 然後我自己把這個東西 十幾萬 二十幾萬給弄起來 弄起來之後 我現在是賣給大家 這個房子是碧桂園的 對 就在廣東的一個中山 他自己用一個造證計畫 而且為什麼大家都去買 因為它的品質算還不差 主要都是賣給誰 中產階級 然後賣過去之後 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的周轉率好 表示說他二手房的價錢 非常的保值 所以很多人投入去買 那投入去買之後 如果碧桂園倒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大陸的民眾 他把一生的積蓄 全部拿來弄一套房 然後弄進去之後 我買了碧桂園的房子 我是希望幹嘛 自己住嗎 NO 我是希望說 等他漲價之後 我轉給下一手 所以如果碧桂園倒了的話 不只是買他債券的美國投行 不只是買他股票的 這個香港的一個民眾 恐怕所有買碧桂園的買房 而且這些人就會變成韭菜 活生生被割掉 而且還沒地方喊冤 而且我非常欣賞的是 你看到沒有 碧桂園他們裡面 我不是說我在外面看起來 富麗堂皇 我裡面有什麼紅木傢俱 而且我裡面的所有的擺設 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是我剛剛講到 它是一個代表性的產業 它是吸引中產階級以上來購買的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是全面崩碟 對 碧桂園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說他不只賣住宅 他還賣寫字樓 賣了寫字樓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做商辦 而且他是跟英國去學習的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我在這裡 我在廣東買的 是跟香港一樣的經修房 而且他做商辦 所以大家對他來講才會這麼著迷 可是模範生也有學壞的時候 對 因為模範生缺錢的時候呢 就開始跟地方縣市政府 開始歐北來啊 你說這兩年江河日下越來越糟了 對 以前他拿地 一定拿最好的地 景觀最棒的地 地盤最穩地 你看喔 在這裡亂搞的一個下場 在天津的巴厘台這邊 他也去拿了一塊地 拿這塊地是跟誰拿的 跟他們的縣市政府拿 不過呢 他距離渤海灣只有20公里 那個時候呢 大家就很多人質疑說 你距離海港 而且是深海港 那麼近的情況之下 你的地盤穩定嗎 地質穩定嗎 你有辦法往下打這個機裝嗎 他們說沒有問題就蓋了 蓋完之後呢 這一個鳳井庭院 出現了很大的一個狀況 這些我們剛才講的 地都出起來了 對 天坑出現了 這些東西基礎建設 他們跟縣市政府一起弄了 天坑出現了 然後地竟然裂了 裂了情況之下呢 他們跟碧桂園講 碧桂園有一個類似 他們的一個管理處 說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管再怎麼樣的灌漿進去 這個地方就像無底洞 因為它地盤有問題 它地質有問題 你要整個地球 你都把它灌進去嗎 所以沒有辦法 修繕的情況之下 大家叫鼓連天 這個社區有七千戶 對 七千戶的房子全部都呈現傾斜 對 呈現傾斜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總有一天你會被驅離出去 因為不可能讓你繼續住 住到它倒嘛 這個就是碧桂園現在出缺錢之後 模範聲亂搞的一個下場 而且有人講說 它的最後一根稻草 竟然不在中國 而在馬來西亞 今天講的 它不是幫馬來西亞 蓋了一條的所謂高鐵嗎 蓋了高鐵以後 我就要做一個大型的造陣 這個大型的造陣叫什麼 叫做森林城市 結果導播看 這個真的在馬來西亞 做了森林城市 美煥 人間仙跡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了人間鬼城 對 碧桂園 他把他的一些基礎設施 外銷出去中國 然後弄了森林城市之後 森林城市多大 半個澳門這麼大 半個澳門 以為說他可以農納很多人的住戶 但是搞了八年到目前為止 多少人進去 兩千人 但是當地反應非常的激烈 因為他賣得很貴 所以當地他不會去買 中國的一個富商 現在也沒辦法去買的情況之下 現在 中國也沒錢了 對 森林城市變成鬼城 然後營運來講的話 如果不易會員出事了 他的整個物業管理也會結束 所以這一波恐怕出事了 就不只是大陸而已 不是 你最近談的就是 李嘉誠突然出售 意思是嗎 以周邊房地產價格 七成的價格 你居然賣出去 這在香港前所未有 這跟在李嘉誠也前所未有 絕對有大事發生 果然今天剛剛講到 中國房地產從很大 從外拿 今天連碧桂園都出事了 如果連碧桂園出事了 代表你等於說 你四分之一的GDP都受到影響 四分之一的GDP影響 等於說你中國呈現停滯 呈現停滯之後 你的進出口竟然也下跌 下跌怎麼辦 大家都像李嘉誠一樣 都要拋售 都要搶便宜了 是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 中國的經濟的火車頭 包括房地產 包括進出口這一些 可能全部都熄火了 如果一旦全部熄火 代表中國經濟可能要開始 呈現一個大幅度的下殺的情況 那有幾個相關數字今天也出爐 包括中國7月份的CPI指數 竟然是年減0.4% 年減0.4%的一個代表則是說 29個月以來 首次出現複數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以前總之講 小時候在選手 所謂的經濟學的時候 通膨很可怕 可是後來大家看到日本的經濟 才知道通縮更可怕 你的房地 比如說你的物價如果穩定的成長 那不是壞事 結果你的物價不但沒有成長 還往下縮 代表你整個經濟是在萎縮的狀態了 是 因為當你進入一個通縮的情況的話 代表你的人民不敢消費 代表你的企業不敢投資 代表進出口全面呈現一個停滯的狀況 而當你整個國家的一個相關數字 都呈現一個緊縮或停滯狀況 這代表這個國家的經濟不再有活水了 所以現在中國居然出現了一個名詞 割肉換現金 是 割肉換現金最代表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如果這個企業不開始用 消價競爭的方式的話 我可能連本都沒有了 然後大家都開始講說 大家都跟李嘉誠一樣 只是賣的東西不一樣 是 只是賣的東西不一樣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被提出來的第一個是誰 是蘋果 因為蘋果的iPhone14 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率先在中國開始下殺 打起價格戰 而且它下殺幅度 包括高達可能6% 7%都有 為什麼要下殺呢 因為我的蘋果如果不下殺的話 沒人要賣啊 我搶不到市場 完全搶不到市場 但是蘋果這套是奏效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最新公布的蘋果相關的數據 在全世界的一個市場 都呈現一個微幅的下滑 包括2% 3% 只有在中國是逆勢成長 所以現在這些美國廠商 包括蘋果 包括特斯拉 都在中國銷價競爭 是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現在包括物價下跌 物價下跌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消費者不敢買 不想買你 不降價 我就不買 所以這會逼著廠商 必須要割肉 必須要降價 必須要讓利於民 才有辦法賺一點薄力 所以剛剛提到的是蘋果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其實就是包括那個鞋 手工鞋 現在竟然有手工鞋的業者 他直接說 我撐過了三年的疫情 我本來想說 現在已經開始的疫情慢慢恢復 我應該可以慢慢的 那個業績變好了 結果並沒有 我竟然完全接不到 相關的一個訂單 國外出口沒有訂單 國內自己變成現在 也銷售停滯的情況 今年2月以來 公司的業績不斷的下滑 所以現在包括我要財源 我要減薪 所以它就會波及到 整個就業市場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就說 通縮非常可怕 因為你可能到最後 你一年工作機會都沒有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 所以不是房地產 你現在在賣鞋子的 做船購的 甚至你是做尼龍這個麵的 這個麵布的 全部都賣都便宜賣了 是你包括像浙江省 剛剛提到的這些布商 這些布商以前 主要這些都是外國企業 外國企業看得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要拼出口 結果他告訴你 我今年的整個 雖然成本不斷上漲 但是我的售價跟我的訂單 竟然不斷地衰退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只能消價競爭 所以我的售價竟然 少了至少5%到10% 少了5%到10%的目的是為什麼 是為了要活下去 所以你看 如果連出口的訂單 為了要徵訂單 它必須要減價的情況之下 保鞋哥今天最驚人的 那個數字是什麼 只有中國7月份的 進出口的價格 竟然呈現全面的衰退 這是衰退幅度是非常接的 跌進口也跌 這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中國公布最新的7月份的 進出口 它的金額來到4829億元 你看這個數字好像還不錯 但是它竟然是 年減13% 而且在出口部分 尤其在美國 我們都知道美國 其實是中國以前 最主要的一個出口市場之一 結果他現在告訴你 美國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市場 前7個月 竟然衰退了13% 然後貿易的順差 竟然只剩下1.26億元 減了快要兩成 除了出口到美國市場 是減少之外 出口到歐盟市場 也是減少 所以現在中國出口 可以說是 呈現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衰退 那你想說 那出口衰退 如果說它還是一個 貿易順差的話 那也許還好 沒有 最可怕的就是 它竟然連進口也衰退 它說進口衰退 意思是在什麼 我們以前 中國企業要做生意 很多原物料 要從國外進來 我的半成品要送過來 所以我一定要從國外 開始進口東西進來 那我東西進來之後 我的整個企業臺灣 能運轉一段 之後我再製成成品 我再成品出去 如果今天我中國 不再向全世界 去買原料情況之下 沒有半成品了 沒有半成品 就像台灣的晶片 不賣給你了 對 沒有半成品之後 這代表什麼 你沒有成品 行銷到全世界 所以換句話說 包括我們剛提的 CPI下滑 進口下滑 出口下滑 所以有時候數字 歸納出一個情況 中國現在經濟出現了一個 通縮的情況 非常明顯 董事長 你昨天就提到的是 李嘉誠這個 以七折跳樓大拍 的動作非比尋章 你說那絕對值得關注 而且你覺得絕對 有後續的事件發生 果然 現在被號稱是 中國房地產模範 生的碧桂園 竟然連七億元的利息 你都付不出來了 七億元的利息付不出來了以後 你讓你的債券 讓你的股票 全部都會把全部都崩跌 變成了雞蛋水餃股 變成了垃圾債券 但現在問題來了 只有這樣嗎 還是會有更大的風暴在後面 從今天過來看 昨天大概可以解讀 李嘉誠這個 為什麼打七折的原因 因為李嘉誠是把香港的物件 的這個樓花的銷售價格打七折 那換言之講 香港所有的銀行 開始設定你的抵押品的時候 就會參考李嘉誠的最新價格 那這個話什麼意思 對齁 對 他的限價就是由李嘉誠為主了 對 我本來的抵押品 如果是抵押是可以 是一百塊的 現在剩一百塊的 你可以抵押九十塊 舉例這樣講 你現在變成七十塊算起來 那你就剩下的二十塊 不足夠怎麼辦呢 斷頭 就變斷頭了嘛 所以他現在做了這個七折 抛售結果會逼香港的有財務困難的開發商 面臨銀行的時候會被銀行斷頭 那這些公司 好 那我現在第二問題 那這些會被逼的斷頭的公司 如果剛剛好是這個碧桂園 剛好是恒大的話 那就一定要斷頭 因為它本來就已經利息復付出來 就已經要違約了嘛 在違約又加上你的押品又不足 你就會被人家補單保品 也就是本來你的房地產 有一億的價格 現在只剩下七千萬了 所以李嘉誠這一招很狠 但是它的範圍就針對香港 那這些中國房地產公司 所形成的幾兆幾兆的 這些問題的融資或是這些物件 都是在中國的房地產的市場裡面發生的 那這 至於說香港這邊有多大規模 受到多少影響 銀行有多少的這種所謂的更迭效應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兩個現在我們看不出來 你就知道看起來是混在一起看的 如果分開看的話 我認為香港昨天開始的銀行 就開始收銀根 它第一個就開始收銀根 因為房地產不值錢了 不是不值錢 不是 房地產永遠值錢 房地產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地產 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 所以價格是唯一的標準 這很簡單 所以這是我們來解讀的加成 昨天這個動作會害死一堆香港的開發商 然後如果這個開發商再重複一下 是跟大陸的掛鉤而已 形成財務問題或利息付不出來 或是公司在付不出來的情況之下 就是所謂的違約可能性的話 那昨天就違約了 那你公司的價值現在 如果你的股價不好的情況之下 或是你現在你產生低負 所以這種違約情況的話 那會變成另外一個負面效應 那銀行的融資也開始會保守 你新的貸款借不到了 對 所以它會開始往一個負面循環開始 那這種的違約的結果 那麼大型公司產生違約 大部分都很難逃掉最後的一個 悲慘的命運的可能性 整悲慘的命運 倒閉 倒閉 沒辦法 非倒不可 但是因為最近中國大陸的政府 中國的財政部知道 現在有這些問題存在 因為我昨天已經提過 它整個總GDP 今年的26%是房地產 所以它不可能 國家的總GDP 在26%的部分讓它倒閉 然後這裡面分成幾個部分 一部分是剛剛談的開發商 你不要忘記 還有消費者 消費者是無辜的 消費者是誰呢 消費者就是買房子的購屋的人 他也承擔著貸款 對不對 他一邊給你購屋 一邊貸款 有支配款跟貸款 那這個是屬於一種 所謂的經濟的行為 也就是所謂的消費行為 你現在這樣子26%的情況之下 你開發商倒閉了 你房子蓋不出來 為什麼怎麼辦 所以政府推出一個什麼東西 保交房 但是保不出來呀 沒有 它有保 有用 它在第二季的時候 它全面推動保交房 但保交房就是你講的 很多像這些大型公司 那個錢 杯水車吸 那個資金一下去之後 根本看不到 所以沒有辦法完成 保交房的任務 對 這變什麼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 變成開發商跟購買戶之間 產生糾紛嘛 你交不了房子給我嘛 那我就上街頭了 或者我就抗議 我就拒繳款 對 我就變成我現在貸款的金額 我就不繳了 我就不繳 那銀行怎麼辦 對 銀行就來了 你這樣講對了 銀行就跑來找你了 你不繳還了 我就拍賣你房地產來了 它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人開始 這樣一弄的話 這個社會的情緒 跟社會的基礎會不穩定嘛 會變不安的情緒 對 然後產生的什麼現象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現在變成財物有危機嘛 消費者產生財物有危機 或者警覺性嘛 保守了 保守 不敢消費 不敢投資 所以它的物價指數就往下跌了 另外還更重要一個東西 還有外銷 你剛才提到外銷通通開始 也變少了 為什麼變少 因為它外銷的產品 被全世界各地產生杯葛 對 它對買中國品 買中國產品產生顧慮 因為中國產品買了很多 我過分依賴中國 就減少依賴中國商品 是全球趨勢對不對 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只有一個方法嘛 就是你中國商品騰龍換掉 提出更高級的產品 更AI的產品 不得不買 用什麼量子產品 高科技產品 讓你不得不買 提出換新的花樣 結果這條路它也走不通 被美國砍掉 美國把它卡住了 所以它現在變成 碰到一個十面埋伏的窘境